在辽宁队夺得球队历史第一座总冠军后,辽宁队的球员也开始身价暴涨,向上赛季在可能的看赢水季的招帅中今年夏天引发到很多球队的风抢, 而主力球员更是进一色的进入到国家队,目前是中国南篮红篮两队的顶梁柱,不过也有例外,那就是上赛季作为冠军球队的风险替补从明晨, 今年夏天因为在CBA的出现表现首次入选国家队后,但他仅仅代表蓝队打了三场比赛就遭到蓝队退货, 让不少辽宁球迷认为从明晨是不是得不到杜峰的认可,并不是实力因素,觉得他要比蓝队很多球员都要更强些的, 辽宁封信从明晨仅打三场就遭杜峰退货,在7月31日,辽宁来蓝在曾经的主场霸鱼圈,迎战赛尔雷亚的一支球队, 这也是辽宁队今年夏天第一场公开亮相,虽然这场比赛还经验不足,不仅多名国家队球员未能参赛, 主教练郭世强也因为参加来上海参加一次教练论坛而缺席比赛, 不过在这场普通的热身赛上,出现一个熟悉身影,让很多球迷惊讶,那就是刚刚去蓝蓝蓝队报到的播手从明晨, 这个原本应该是留在国家队,准备四国赛,以及后面斯坦克维奇, 飞的比赛,蓝队国手,出现在这种热身赛,这也说明他已经被蓝队退货了, 辽宁和塞尔雷亚热身赛上,出现从明晨身影而从这场热身赛上看,从明晨表现身勇, 砍下全队最高的12分,因此他并不是因为伤病回到辽宁队的, 这只能是从明晨的不得独风认可了可以解释了, 其实在此前的蓝队热身赛中,从明晨华独又出场比赛, 和斯洛尼亚的第一场比赛从明晨,迎来了他在中国南来的首秀, 从明晨上场四分钟,不过这场比赛明显是没放开, 数据上没有任何的贡献,不过在第二场比赛中从明晨的表现有所好转, 得到了两分,而在第三场比赛中,从明晨虽然才得到两分钟的上场时间, 但他投中了他在国家队的第一个三分球, 因此很多辽宁球迷希望从明晨能在后面比赛更一步时, 却发现他被退货了,这让很多辽宁球迷接受不了, 其实辽宁球迷对杜峰不满一早在去年就开始了, 当时杜峰把CBA场均只有两分的余的好赵入国家队, 就引起了球迷不满,更让辽宁球迷无法接受的是, 杜峰居然让唐唐亚洲第一后卫郭艾伦踢补上场, 而代替郭艾伦打首发位置的并不是公鲁明时代的辽宁球员赵继伟, 而是余德豪,这刻惹火了众多的郭艾伦球迷, 于是余德豪是杜峰家带的私货说法,就流传开了, 哪怕在上赛季,余德豪剑不明显, 已经成为深战队铁打的主力后卫, 依然很多球迷还是看不上他, 就是因为此前杜峰让余德豪代替郭艾伦打首发惹的祸, 亚洲背上杜峰让郭艾伦打替补, 郭艾伦在亚洲背上得不得杜峰待见, 至少他还是蓝队上场时间最多的后卫, 而现在从明晨才打三场就被杜峰推过, 那良名球迷,愿恨杜峰也就在情侣之中了, 毕竟现在从明晨已经是冠军球员了, 哪怕他仅仅是一个替补, 在很多球迷心目中也应该是比那些主力要更强, 不过话说回来, 就是从明晨实力真的比蓝队那些国手更强, 就一定要留在球队吗? 毕竟他不属于球队主力轮换球员, 在球队的别人方面, 很多时候能否留队并非看实力, 而是教练需要的类型, 要是这么看的话, 杜峰不选择从明晨其实可以理解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